好,開始囉 嗨大家 嗨大家 又到我們直播時間了 我們這是開工後的第二週咧 對,上個禮拜開工嘛 大家應該已經恢復一些正常的生活作型 哈囉,大家晚安 如果你有跟學長一樣 就是上個禮拜開工覺得不在飄的 我上個禮拜都在飄 非常的痛苦 那你覺得今天的腳步比較不一樣嗎 今天比較高 我腳架拿到大腳架 所以很高 沒關係,我們就遠一點點 晚安 嗨大家,Phoebe 嗨大家晚安 是光榮嗎? 嗨,開始猜時間了 很好,趕快猜 今天是時間猜謎 今天是時間猜謎 大家等一下猜一下Elsa今天的充足時間 是幾分幾秒 猜到則有獎 最先猜到則有獎 我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沒有百分之百對的話是秒差 秒差最少的 反正就是時間越準 我們就抽一台電子測 好吧,反正今天主題是電子測 OK,我們今天抽這個 對,今天抽電子測 4分26不太可能 所以告訴你們兩分 好,反正你們就猜猜猜 4分26是不可能,其他我不敢說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為什麼今天要猜秒數 OK喔,那4分多是不可能 趕快打新的 我跟你們講4分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太緊張 好,Elsa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的內容 好不好 Hello,大家晚安 那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節目內容大概有哪些 第一個,學長會替大家 示範一刀流的手沖法 然後一個時間長短 時間長短的一個 還有起來的口感的差異 所以才會有秒數的分別 所以想要讓大家猜猜看 到最後我示範的話呢 手沖會大概落在幾秒結束 然後第二個呢 我會跟大家推薦一些 手沖咖啡店家 然後有搖滾區吧台的 什麼是搖滾區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看演唱會 很喜歡買那種搖滾區票嘛 那所以我們喜歡喝咖啡的人呢 就會有那種暱稱說 要去有那種搖滾區的吧台 看那個咖啡師手沖咖啡 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他們 怎麼樣注水啊 怎麼樣沖煮他們的咖啡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我會推薦大家幾間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那當然前提也是要那個咖啡師 其實他人格特質很重要 我覺得他喜歡跟客人做交流 做分享 然後最後呢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 直播節目的優惠商品 就是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電子秤 這一台 剛剛有給大家看過這樣 那他呢 今天的價格 原價是 980 980 特會價是600 600多少啊 649 649 對 原價980 然後特會加649 然後待會會會為大家好好介紹這一台 就是蠻實用的電子秤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今天的節目流程 你可以學到一刀流的手沖法 然後你也可以聽到有哪些店家 你是可以很近距離的看他們 沖煮咖啡的過程 如果有喜歡的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然後最後呢 你還可以參加直播的留言活動 你可以抽到 或許有機會你猜中我的秒數 就可以抽到今天有優惠活動的這台電子秤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2分30秒 有可能是1分50秒 有可能是1分50秒 我也不曉得 就看到時候抽完那個 流完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那個時間落在幾分幾秒 好不好 這是大概今天的節目 你也是這台喔 真的喔 不一定吧 這台 給大家看一下外包裝好了 不一定吧 你們是這台嗎 真的 看得清楚嗎 有點顛倒 沒關係無所謂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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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S 你們應該很少碰到這台 因為這台外觀 蠻多的 但是這個品牌 這個 這家公司出的比較 是有跳過的 哈哈哈哈 講完我可以喝啤酒了 可以喝啤酒 今天喝什麼啤酒 我今天喝這個 今天喝什麼啤酒 今天買這個 嗯 我看到這個包裝 TOKYO BLACK 看到這個包裝我就忍不住 覺得很帥 有一個香撲的你的選手在這邊 喔真的耶 對啊 真的耶 它叫做Porter Porter 我看喔 東京黑波特 東京黑波特 Tica 嗨 Tica 辛苦了啊 哈哈 讓大家聽聽看熱聲音 又傻又喝酒了 又傻喝酒了 請大家跟我一起 一邊喝啤酒看直播 OK 好 嗯 好喝嗎 是黑皮嗎 你要喝嗎 我不要 我很會 很香耶 這ELSA的選理 很香耶 好你最後留一口給我好了 我要開車開車不能喝酒 OK 好啦 那個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蠻多那個節目內容的 OK 好那我們先從 先充足開始好不好 好 好我們今天先從第一次一刀流的充足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電子秤 好 好我們一刀流講完以後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好這台電子秤 它簡單就是 反正它有時間 也有重量 然後敏感度也蠻好的 所以 呃 欸你的斷訊喔 EOSA的斷訊嗎 看起來沒有啊 看起來是沒有 可能斷一下下來應該是沒事的 好那這台電子秤我們覺得還是CP值蠻高的 好 斷訊了 EOSA要斷線了 要不要等你一下 哈哈哈哈 OK 好沒關係 繼續 繼續齁 那 呃 突然被打破 我們都把一開始 哈哈哈哈 突然已經刪了很多影片 真的喔 換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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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抽手機 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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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賣咖啡的 我是賣咖啡的 好我們等一下EOSA聽的好不好 OK不好意思齁 我是做咖啡 我不是做手機 我做手機 我就來抽個手機給大家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是做咖啡的 好 EOSA在調整了齁 稍等我們一下齁 我們就先猜一下吧 好這台秤呢 其實蠻多 那個 是 呃 網路上有蠻多人在賣類似的秤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啦齁 雖然外型看起來一樣 但是 呃 裡面內容不太一樣 呵呵呵 實話跟大家講 那個 這台算是學長我有 我有稍微挑過啦 就是以同樣的外觀來說 他算是品質比較好的 比較不會碰到機王 呃 比較不會碰到 呃爛貨的 所以這家廠家還是比較好 我建議大家 呃 這台秤雖然 還是 雖然 在網路上賣的蠻多 還是要挑一下廠家齁 因為如果你沒有挑 比較好一點的品牌的話 你可能會有點生氣 呵呵 品管不一定很好 OK 好不好 所以我為什麼就是會挑這台 是因為這家品牌的品管不錯齁 買了兩個機王你看吧 呵呵呵 一定不是買這個品牌的 有不一樣的品牌 我有挑過品牌 OK 準備開始秤了齁 我們先秤重 OK好 這樣可以齁 嗯 Yosa開了齁 OK 我們先秤重 我們一樣用20克的豆齁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 我們用一想一想好了 好 好 學長 學長去 我最近的愛店 我去新竹喝了一想一想 覺得超級 什麼換手 換手機喔 因為少換手機是應該的 換手機 好辣好辣 我也贊成齁 這是最近學長去愛店 一想齁 不好意思 剛剛斷線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繼續留言齁 我們都會算進去的 OK 然後這是一想一想的豆齁 那我們一樣用 一樣秤20克齁 好 然後這台秤的精密度還是不錯的 就是它的精準度 還有它的敏感度 就是用秤呢 學長是很討厭因為 用敏感度很爛的秤 所以秤的敏感度還是不錯 好我們先來磨豆子 然後這次磨的粉呢 要比較細 要比較細 OK 好 我們這次用的瓶磨度呢 是大概是 我平常用哈利歐磨豆機 是用30 嗯 但今天我們用一刀流用15 所以非常 比平常細很多 嗯 比平常細很多 這樣了解齁 所以如果你平常用小富士 嗯 或是用小飛馬 如果你有磨4 那你現在這個大概要磨2.5 嗯 有了可以有了 要細很多 謝謝謝謝 感謝齁 謝謝 好要細很多的 這樣了解齁 OK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哈利歐的 好這個 然後我們用哈利歐濾杯 OK 今天我的角度很好耶 直接就可以進了 很仰角啊 很仰角啊 對很仰角 哈囉三樓 三樓看台區 三樓看台區了 哈哈哈哈 仰角看啊 今天是仰角 今天帶來大小架 OK好 先放那個 放綠質 好吧 那我要高一點 你要調進來一點 嗯 OK 然後把粉鋪平 今天畫面蠻清楚的 這樣蠻清楚的吧 各位 我有講各位了 哈哈 我好不容易戒掉了 幹嘛戒掉 是你的特色啊 我還不要呢 這個特色一點都不好 你剛剛是在裝可愛嗎 一直被笑 我才不要呢 哈哈哈哈 怎麼有一個人這麼討厭啊 哈哈 清楚吧 然後呢 我們把 先把那個 時間很重要喔 時間很重要 我要不要轉過來給大家看時間 轉 好 有人說轉轉轉 對 因為我們今天要 現在這是一個線索 你們可以猜猜看 給你們看時間齁 不要說我們沒有提醒齁 OK 時間這樣齁 那我要再高一點 好 只問你們看 可能是倒反的啦 管你們 呵呵呵 自己猜好不好 OK 時間 然後今天講示範一刀流 好 欸什麼是一刀流啊 一刀流就是 連悶蒸都不悶蒸 然後呢 我們一口氣 也不斷水 一口氣沖到晚 就叫一刀流 那一刀流很多種方法 那學長今天教的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方法 嗯 非常非常簡單 OK 我在這邊水 所以你是連悶蒸都不悶蒸 就一次注水就完成了 對 一次注水就完成了 哦 然後呢 粉水餅呢也是1比15 這也是用300CC的水 好了 開始了齁 開始了齁 好 好 好準備 然後呢 時間timer呢 按下去以後開始 然後中心注水 好 看下去齁 看時間齁 那中心注水 然後呢 維持大概在1塊錢硬幣的大小 這麼大的範圍 然後呢 水不要太小啊 水中水 然後持續 持續注水 你會發覺說 你的粉塵會 像悶蒸一樣 膨脹的很高 有看到嗎 外圍整個 雖然我只給中心點給水 但你看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膨脹 非常的劇烈齁 然後只要在1塊錢的範圍之內 給 給到什麼程度呢 給到你的粉塵不在膨脹位置 才往外繞 不要太早往外繞齁 太早往外繞呢 你就不好喝了 沒有關係 我放棄 好 沒關係啦 給繼續給 好 我們現在已經212克了齁 它的膨脹狀況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往外繞 往外繞 繞到最外圍 再往回繞 好 300克結束 這樣看清楚嗎 然後目前現在的秒數來到1分03秒 這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有啥今天放棄了 我放棄了 對不起 大家請到VV咖啡 沒關係 我們到VV咖啡來看沒關係 請到VV咖啡 然後到咖啡的地圖IG按讚 1分17秒 我是1分17秒結束 這樣大家看清楚了嗎 這樣看清楚了嗎 就是一刀流 就是這個邏輯 那我待會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時間 時間 給水法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粉塵的狀態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會深深的 然後會 下面會很像一個天坑一樣 這種狀態 好各位 剛剛如果拆那個4分鐘的 你們可以放棄 我剛剛充1分17秒 趕快重新給 重新 重新填 填留言 OK 好可以了 OK好 QQ Q EOSA今天不開心 她的 她要換手機了 要換手機了 下一次大家看到了 EOSA的手機 就是新手機了 換線了 換線了兩次 等一下換新手機 沒關係我們今天在這邊看吧 OK 大家果然很聰明 現在趕快趕快新留言 改留言 改留言了 這就對了 然後這就是我今天會主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一刀流 那一刀流的特徵呢 是它的層次比較簡單 但是喝起來呢 就是很好入口 很有飾飲性 因為有些風味你喝起來好喝 但是可能比較複雜 很飽滿 但是呢你沒辦法喝比較多 對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喝比較輕鬆一點的 就是上班的時候想不要喝 太多負擔的 你是可以用一刀流來沖煮 其實是輕鬆好喝的 然後其實也蠻好喝的 蠻可以表現豆子的原始風面貌的 因為像我們今天一開始 覺得手沖咖啡 到時候我們說要悶蒸要悶蒸 對 但實際上 一刀流我還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但是其實我跟大家講 悶蒸不是沖煮的唯一方式 對它不是唯一 非得悶蒸不可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去取代悶蒸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好了 取代悶蒸的方法 我隨便講你們都聽過 點滴法 不用悶蒸啊 對不對 攪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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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悶蒸啊 注水就直接攪拌啊 這些東西都是很好的沖煮法 但他們都不需要悶蒸 那一刀流當然也是 所以不是只有悶蒸可以沖煮咖啡 而且甚至於悶蒸還難度比較高 在沖煮咖啡裡面悶蒸難度其實算不低的 要成功不容易的 了解 OK 好 那我們今天待會我們會再詳加跟大家聊一下一刀流 它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做什麼叫時間沖煮法 好時間給水法 就是我們如何 如何根據時間來做調整 OK 好 那Elsa準備開始之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稱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那個 我沖煮起來比較喜歡 有重量 也有時間 因為對我來說 我沖煮好咖啡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判斷依序就是時間 對 所以我待會跟大家講為什麼 但是對我來說時間很重要 你說沖煮結束的時間嗎 新竹要一起團購棒稱的嗎 有人要的話 我們大家團購一下 自己團一下 要團購的話 新竹的朋友 對 新竹的朋友 有人在呼喚你們 美中男的相親 哈哈 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會蠻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用比較精準的分水筆 就是所謂就是 要有秤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會更好啦 對 那我們今天 我建議 我為什麼今天介紹這一台呢 是因為這台其實算是 目前CP值比較高的 對 因為同樣的價錢 EOSA現在很難過 因為它 斷訊 它斷訊不能開 它直播很生氣 在旁邊 不要鬧 不要鬧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可以買一個有 有時間的 這樣子你就不用找手機 很麻煩啦 對 那你就很方便就可以使用 然後這台算是 目前靈敏度算是 這個類別 我跟大家講 仿的非常多 網路上仿這台的非常多 但是就是一樣啦 不能說誰仿誰啦 就是非常多 但是瓶管各有不同 然後這一台算是 它的基板算是比較不錯的 哦 你有測試過 我有實用過 就是比較不會有那個 死雞王的狀況 然後它是最多可以到三公斤 那有便宜一點的是兩公斤的 其實蠻夠用的 因為不管你是要秤咖啡 都會秤一些什麼 如果你要用廚房秤 對 三公斤的就很夠用 對 所以它有最多到三公斤 然後最低靈敏度到0.1克 0.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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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1克 又比較爛的是1克的 1克的 對1克的 譬如說你要18.5克 沒有辦法 就沒辦法齁 那就只有19跟18 這個要0.5克啦 然後還有一個倒數計時功能 所以我是覺得這台CP值跟品質都還算不錯 嗯 所以這次就推薦給大家了齁 好不好 然後我們也就是 廠商就100台 好不好 而且它放小影片放口袋 你確定嗎 這不小吧 你不要鬧好不好 你要放哪裡 這個人 雙口袋 雙口袋 沒有啦 主寶秤 為了賣東西 你說 主寶秤跟那個 電子秤是有差別的 主寶秤就是比較小一點 0.1到3公斤 大家對了齁 OK好 專業 OK我也不介紹太多 好不好 反正電子秤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實用工具 嗯 那我也就是 反正這個價錢 我說真的 你們應該 我覺得很划算啦 因為買一個好秤 不用一天到晚換機是些 很煩的事 而且它還有保護一年 保護一年 OK 好不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就來 反正我們就 用什麼 用一刻的 一刻的也沒有很不行啦 有人說放在肚兜裡面是怎樣 你怎麼看我肚兜 T卡有肚兜嗎 小數點第一位啦 沒有到第二位了啦 到第二位要幹嘛 秤鑽石才有到第二位 小數點一位 就是已經是最精密了 小數點到兩位以上的秤非常的少 嗯 就是非常精密的秤 你要秤鑽石 才會有到你小數點到兩位的 嗯 那個秤都很貴 OK喔 手衝不用好不好 0.1就已經很精密了 這樣好了 OK好不好 那介紹完畢 然後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表單上面購買 我們一樣齁 跟上次一樣就是 48個小時100台 賣完就沒有了 OK48小時100台 各位有興趣的自己團一下齁 只有一個顏色 只有一個顏色齁 不要調不要調齁 OK然後有一個 墊子有瘦 這可以壓下來 止滑墊可以拿下來洗 我看一下 但是秤不能洗齁 它650塊沒有什麼 而且它蠻輕的 蠻輕的啦 已經不錯了 算是止滑墊齁 所以如果你怕髒的話 就蓋止滑墊 它就你可以止滑墊可以洗 這是細腳 哦 防熱細腳 所以就不用洗秤好不好 你不要告訴我秤拿去洗要換 這個秤是便宜秤啦 立即反應還是延遲反應 立即反應 敏感度很好 敏感度很好 多敏感 很夠了 你衝手衝絕對是夠的 像我這麼要求時間的人 都覺得夠了 所以你們各位可以放心 好 然後秤重也是OK的 沒有問題齁 OK就這樣齁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下單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要請Elsa 來講一下 搖滾手衝去 我現在不想講 欸不要這樣啦 多喝兩口酒 他生氣了啦 他心情逸足 因為沒有辦法開我的平台 怎麼樣 沒關係沒關係齁 乖喔 明天剪那個計畫片給你 去我的IG按讚 有啥間不爽 去他的IG按讚齁 好啦 來來 就是因為今天介紹這樣秤手衝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 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所謂搖滾區吧台的咖啡館 因為我相信很多手衝咖啡迷 都很喜歡坐在第一排的搖滾區 對搖滾手衝區 我再開始喝 我跟你講我今天原本要買點心來的 買什麼點心 我原本想就是 因為我今天有去咖啡館 我去旅途 你去那個小姨那邊 對我去旅途小姨那邊 他只有做抹茶卷還是什麼 他只有有布雷 我原本想說 也給Elsa吃一下 對不對 但是他們知道多屌 怎樣賣完了 不是啊 他說我們現在 外帶要那個 要自己帶容器 環保 環保 2019的餐廳 五大趨勢 第一個就是環保 環保外帶帶容器 我給旅途一個大拇指讚 雖然我今天沒有吃到他的布雷 但是我還是要幫他宣傳一下 各位如果去旅途吃 甜心要外帶 一定要自己帶保鮮盒 不容易 真的 這是一個店家的堅持 不容易好不好 你看到鈔票在這邊了 對啊 兩百塊 一顆一百塊 兩百塊就拿給他 他說沒有容器不滿 讚 讚 我也沒吃到 下次去旅途吃 沒關係 所以我今天就有咖啡給你喝 好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 怎麼講 我覺得搖滾區的那個咖啡 要很看咖啡室的人格特質 當然也不是說我們坐在搖滾區 咖啡室就一定有時間 跟有那個義務要跟你分享他的 什麼手沖沖煮法 他的客數啊等等的 那就是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幾間我覺得還不錯的 手沖咖啡館這樣子 然後 好 那就一家家來吧 從北部中部跟南部 北部的話 第一間就是咖啡室 咖啡室 咖啡室他們的手沖搖滾區 很難搶 好像只有三個還是一個位置 四十四 四五個 他在窗 沒什麼 沒容器不賣超棒 對超棒 真的是這個精神不得了 對因為今天蠻多家的 所以大家 大家 大家 開始結巴 T卡表示可以用鈔票包嗎 超布丁 鈔票包還不錯 好第一家咖啡室 第一家咖啡室 在忠孝新生 超棒的街邊店 超棒的街邊店 對 然後鄉啡室又是一個超熱情 對 很會跟大家分享他的手沖 左右腦 對 有問必答 真的是 很棒的 然後也是你手沖專門專賣店 手沖超厲害 Coffee Sink 變一個閃破腦海 還沒去的趕快去 Coffee Sink 第二個就是JK Nana 也是一家非常好的店 在忠孝新生站 在同一站 東門 東門跟忠孝新生中間 中間 東門我覺得比較近 真的嗎 隨便啦 都在中間 在中間 JK Nana也是一家手沖 而且它吧檯超棒的 對啊 吧檯超棒 因為那個Coffee Sink的吧檯也很棒 但是比較擠 對 然後它是在戶外 但JK Nana的吧檯超棒 對 因為它那時候就設計給Karen看 真的很棒 它吧檯真的超炫 真的是很多人的 很崇拜的吧檯 超喜歡的 對 喝一杯這樣比較順 OK JK Nana JK Nana 第三家是Hai Ka Hai Ka Hai Ka 也是我很喜歡的 它在 沒去過 在那個 詠春 詠春 詠春站 我記得沒錯嗎 Hai Ka 它是在市議區附近 離市議區蠻近的 然後它是一間 詠春隊啊 對在轉角 然後有一個日式屋簷的 那一個 咖啡館的感覺 然後也是 它也有設計一個搖滾吧台區 然後可以 咖啡其實也是一個型男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很靠近的看它沖煮咖啡 然後咖啡也很好喝 然後它的器具也很漂亮 所以也很推薦大家 那個Hai Na Ka 很嗨的嗨 然後它就是一個口 咖啡的咖 很嗨的咖啡 對 Hai Ka 在詠春 詠春捷運站 街邊店 沒有 轉角店 轉角窗 對轉角窗 空間還算蠻大的這樣子 好 Hai Ka 第四間是六號水門 六號水門也是一間 我很喜歡的店 豆子超多的 然後你就坐在它的那個發台區 然後就可以請老闆娘推薦你 今天想要喝哪一支 或是你有喝習慣的 那他們都會馬上為你做服務 每一次都有大概四五十支 對 常泰的四五十支 然後你都看不完 對 然後他們的甜點也非常好吃 看到流眼淚 哈哈 甜點蠻好吃的 自己手做的 而且很多水果 水果蛋糕蠻厲害的 對 我有跟你講嗎 就有一次我去它那個店裡面 店了一個什麼 上面有那個Mascarpon的那個 然後最後我就留了一坨奶油 沒有吃 因為我就想說 減肥 對 不要吃太多奶油 然後那個老闆人就跟我說 嗯 你怎麼不吃那個 那個奶油 但是我們用什麼很新鮮的Mascarpon做的 去從牛身上擠出來的 對 拿出來 很堅持 很希望大家 我們這麼認真準備 對家是給客人很大壓力 對 反正重點是他們 因為他們對他們的作品很有信心 就是不吃太可惜了 這蠻好吃的 好吃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 你可以這邊去哪裡玩 就是你可以下午先去 去那個 河濱公園 大直的河濱公園 然後先去 放放風箏 對 遛遛狗 遛遛小孩 反正毛小孩跟 眉毛小孩都一起遛 遛完以後呢 去六號水門 眉毛小孩是一百小孩 毛小孩跟沒有毛的 正常小孩 OK 反正就是遛小孩 都是散個步 然後 然後 下午就去六號水門 吃一個 非常的爽快 很舒服 對 因為大家很不可以 滿就不錯的 對 這是不錯的 好店 50支 不可能 第五間就是 我也很愛的引路咖啡 他也在詠春站 引路咖啡的吧台就是 L型的大吧台 所以你很 就是可以很輕鬆的 坐在吧台上 舒服 高手 烘豆又烘得好 對 然後老闆又很認真 他又自己親自到產區 去了解整個 豆子的製作過程 不是太玩笑的 對 引路也是蠻厲害的 引路咖啡 絕對是你們 喜歡喝手沖咖啡 可以 閉氣 閉氣的一家店 公立深厚 然後還在詠春站 好 第六間是在板橋的 叫Dose Coffee 它是 它在板橋 吃美食跟減肥是兩回事 安心吃沒關係 這個人就害死人 反正就是吃完 就多運動 最後就是這樣 我不想跟你們說話 哈哈哈哈 我不想跟你們說話 你們這些人都騙人 那板橋的Dose Coffee 它也是有一個 它也是自烘店 然後也是有一個大吧台 我覺得也不錯 哪個Dose Dose就是 一季兩季的季 那個Dose Dose Dose 作者老闆 杜齊咖啡 杜齊明先生 他也是 烘豆師 也是藝術家 那他們家的八台也是有特別設計 然後前面有放一張那個 適合觀看的高度 讓消費者可以坐在前面 很輕鬆的看 很輕鬆的看 看他炫技 然後他也是藝術家 所以他店裡面也裝潢的滿有質感的 所以推薦大家到 桃園 可以去渡宅咖啡 渡宅咖啡 然後第八家是 齊味咖啡 齊味咖啡也是桃園的 但它是新開的 在桃園火車站 新開的 新開的 在中華路上 我沒記錯的話 這部快被我喝完 真的 我覺得放涼越來越好喝 我想跟大家推薦 就是桃園也可以 坐火車 坐火車來 坐火車來的嗎 叫什麼 叫什麼名字 齊味 哪個齊的味 就是其他的齊味道 齊味咖啡 還有其他的味道齁 新店 他說肚宅什麼 他說肚宅搖滾區棒 讚 肚宅搖滾區棒 OK OK 好 北部的講完了 今天準備很多家耶 確實也好多 很多搖滾區很棒的店 對 搖滾區很棒的店 好 接下來中部 中部的話 我當然就是要推薦Coffee Stump Over 那間店 不用說 不用說 你一定要坐在他的那個 我也第一時間想到他 一樓的吧台 非常的爽 對 其實才看不完 看Menu上面有什麼 就點幾輪這樣 對 然後光看那邊看起來充足 就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 嗯 對我超喜歡看他那個 超喜歡看他充法蘭龍 喔他用法蘭龍 不是不是 用Kono的手 濾杯充法蘭龍的手法 超帥的 呵呵呵 你們不知道齁 什麼意思啊 就他的手法看起來像是那個 肚宅的老闆拿黑色霧面 飛樓湖 直火夾熱超帥 是不是 他本身就是你知道 就是 就是神二少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就看起來比較有霸氣 威嚴 對比較霸氣的感覺這樣子 就法蘭龍的手法 剛才說法蘭龍 是Start Over上次去齁 就法蘭龍有一種手法 嗯 就是法蘭龍基本上是 動濾杯不動手沖壺 對他是這樣下面 對是動濾杯不動手沖壺 對他是用摳毛濾杯 然後用 用法蘭龍的手法 哇靠我旁邊看 我想說 所以他是摳毛濾杯在動嗎 對 欸 那我就看我想說 靠 這我知道我一定要學起來 學了一年多還沒學好 哈哈哈哈 沒有所以他 因為之前有看過那個誰 Muncher海也是 稍微動一下他的那個濾杯 他那個動的頻率高多了 他是過程中都在 對 喔 真的超帥 那只要我學了一年多 沒有認真學 哈哈 他一直很想偷學 所以好不好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 呃我好不好喝 我覺得不錯喝 但是我一直在研究那個 那個那個沖法本身對於粉塵的膨脹 他的排水會有他特殊的一種調性 喔 對我在研究出來跟大家分享 哈哈 START OPEN超讚 是不是 台中每次 大家每次 必去 必去 OK 然後第二間叫FREE STREET 他是叫 他是那個 那叫叫什麼 台北那個 PAPER STREET 喔喔 直接 對 對 直接 所以他也他有一個 有剩進一個八台區這樣子 叫什麼名字啊 FREEET 艦隊 齊艦隊 齊艦街 齊艦的街 對 FRE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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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去 然後他也是蠻早開門的喔 如果你也可以去吃 吃早餐和咖啡這樣子 好 接下來再往南走一點就是好咖啡啦 嗯 好咖啡也是 最近迅速串生的社頭 社頭 名店 社頭小田竊讓 小田竊讓喔 他們店的氛圍很棒啊 可以唱一下那個日劇的經典歌嗎 我想要他就想要日劇 那個時代我看日劇 所以好咖啡也是很 好咖啡喔 OK 色頭 南部 南部就是咖啡池工作室 咖啡池 比賽的常勝軍 對他們本身也是 他們是一個 烘洞的工作室嘛 然後也是有 甚至吧台 讓大家可以往吧台上坐 咖啡池在台南對不對 在台南 台南咖啡池喔 因為台南好像比較少 吧台喔 吧台 你現在可以想到嗎 嗯 因為他可以想想想想想想 不會要脆行啦 脆行有吧台 脆行 所以你們吧台上面 你們吧台前面有位子嗎 五個 真的 有有有有 因為他們家是那個 炒 那叫什麼啊 榻榻米 榻榻米 我覺得幾乎每個客人都會想要做那個榻榻米 不會現在那個吧台區很熱門 真的喔 因為我們家店長就很愛衝 哈哈哈哈 他過年你知道他跟我抱歉說 學長學長學長 過年好累喔 我說幹嘛 他說他原本以為大家都會點一些甜點啊 然後一上班就五十杯手沖在排隊 哈哈哈哈 他一直沖就是沖 沖到手軟 所以對脆行咖啡喔 脆行咖啡 樓上也可以住 樓上也可以住 手沖沖到飽喔 然後接下來高雄我想到就是那個草圖 草圖自家烘培草圖 他也算老店了吧 老店喔 算老店 老店 然後他也是可以游到高雄可以去看 喝手沖咖啡 然後下一家就是來福咖啡 來福咖啡就是比較 他的店型就比較小的店 然後空間不大 但是老闆娘也是一個很熱愛 跟大家分享他的烘豆裡面 還能道彈館 什麼 道彈館 他說什麼 可以給名單嗎 可以給名單 好啊好啊 明天有場幫他整理一下 好明天幫他 道彈館他不是 因為他不是手沖 道彈館是塞 塞翁為主 塞翁 塞翁愛的牙齁 對齁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手沖 沒有把道彈館放進去 其實很多家 覺得比較有趣的 對 來福喔 你有去過來福嗎 沒有 高雄喔 高雄啊 高雄的來福 我很少去對不起 老闆娘是 等到愛情摩天輪落成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 要蓋嗎 不知道何年何月 對不起對不起 不要講政治根 這裡有高雄的朋友嗎 有人可以回答我們 高雄 愛情摩天輪喔 愛情摩天輪喔 不是說要在七弦橋旁邊蓋嗎 七弦橋 喔你知道七弦橋是在那個大城小市那邊 我不知道啊 剛剛號稱 對啊彰化色頭 沒有錯啊 豪咖啡 豪傑的豪 豪咖啡 豪咖啡在色頭 很棒喔 對愛情摩天輪蓋好 我一定會去捧場 嗯 在門口發送咖啡 太扯了 我覺得好屌 好好喝喔 嗯 很香耶 我這邊都噴到我香味 好 介紹完了 OK 今天介紹幾家 十幾家 高雄的柏 那是柏嗎 遠遠看不到 一個香一個 看不出來 這是咖啡嗎 高雄家 對好咖啡沒錯 好 豪傑的好 沒錯 高雄加一 高雄加一 你也想去摩天輪是不是 好 沒事 我覺得這一點有趣 OK 好 今天介紹蠻多了齁 台北也七八家 那台中跟高雄還有色頭都有 OK 好 如果各位喜歡 通常喜歡手中咖啡都很 蠻喜歡做搖滾區的 對啊 就想要看看他們是怎麼充的 怎麼充值的齁 那可能就覺得 看了半天覺得 嗯 老闆很帥 哈哈哈 我大概都會喜歡看 看老闆 沒有 就去看他們怎麼充值 對不對 對其實蠻好玩的啦 再看看這邊啊 柏咖啡 OK謝謝齁 一個香一個 那怎麼字 一個 柏 那個 柏海的柏的右半邊 柏咖啡 謝謝齁 有艾蘭咖啡現場 真的蠻好看 艾蘭咖啡秀也是蠻好看 蠻好看的齁 像是我們有玩了一次啊 嗯 對不對 然後人數就爆了 是不是在一晚火就 燒你火了 就人數就會爆了 哈哈哈哈 OKOK 好 那就這樣結束了齁 就分享完了 OK 好 那各位 提醒大家 留言那個 今天的事 Elsa 待會要充足的秒數 嗯 好 我可以跟大家一個小提示 我不知道 因為她沒有充過 但我可以跟她小提示 如果你 如果你剛剛留言 留的秒數呢 超過兩分鐘的 基本上 不太可能 我就是要充到兩分鐘 那是她的事 我沒有說 我只能說評估 大概是一分鐘到兩分鐘 一分十七 一分十七秒 一分十七 一分十七 所以呢 所以呢 Elsa會不會充 她的水比我小 但是呢 她水比較小 但是呢 會不會到兩分鐘呢 我覺得機率不高啦 但我不敢保證齁 我只能跟你們提醒你們 大概一分到兩分鐘 然後一分三十秒左右的 機率蠻高的 嗯哼 好不好 其他我不能多說 太運氣齁 最接近的我們就抽 抽到齁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人都猜中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先留言的得到 嗯 這樣了解 反正有人猜一分三十八秒 這就聰明了 一分三十三秒 哇這樣才刺激 很接近 看一下哪一個最接近 對是最接近 這樣就對了齁 欸你看 這些聰明的都出來留言了 我提醒各位齁 OK 那今天的電子攝影師齁 如果各位 簡單講一下好了齁 反正就是有 有一個綠色的 背光 所以碗 如果不夠亮的話 會有點 會有彩度啦 然後呢 這顏色可以換嗎 不行不行不行 就綠色的 拜託我請不要對六百五十塊來蹭 要求那麼多 他就是個六百五十塊來蹭 然後吃電池 吃電池 吃電池 對不用充電好不好 電池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就一般的那種電池嗎 一般的電池就好了 OK 反正就是吃電池 就是四號電池 喔好 大家都會的 然後呢 如果你本書 本書一點 你用金頂電池 可能半年都不用換 真的 真的 這個不耗電喔 不耗電啦 你一天充一杯 兩三個月都不可能會換的 然後呢 這是時間 然後這是歸零重量 然後有四個 有克 有盎司 反正該有都有 然後有倒數計時 對 可以盎司 然後 然後 精準度很好 精準度蠻好 然後時間也很好 所以有調酒的也可以用 隨便你啊 如果你要用調酒 你要用盎司的當位當然是可以啊 OK啊 所以就是一個 算是CP值蠻高 然後品質不錯啦 我只能說這台 在各個類似款式裡面 你不要看款式一樣 你會覺得它一樣喔 嗯 因為你說很多長的跟它很像 很像的 非常像的 那是不同牌子的齁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有五百塊的 我跟大家講 一定是不同牌子的 那品質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這台品質不錯 好不好 OK 那就推薦大家 如果你覺得千一台電子車 或是你家電子車很難用 靈敏度很爛 呵呵呵 或是你買到機王的 OK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OK 講完了齁 那各位有興趣的 反正就一百台 對 然後兩天 三天 兩天四八小時 一樣 一樣 我們也不要玩太久 就喜歡的 反正原價九百八 現在六百四十九 OK好 喜歡就來 講完 開始講一刀流 一刀流 一刀流 OK 好 那我們今天講一刀流 那個我不給我講 謝謝 好我們講一刀流的時候呢 我們一刀流其實 可以看一下盒子嗎 好給他看 這個 是不是 沒看過的牌子吧 呵呵呵 倒反正他是 沒關係看著 Micro Coffee Station 對齁 這是 跟我合作的一個 一個廠家 OK 一個 他們家的 合作的商品 OK 這不錯 品質不錯 這樣看到盒子齁 不是你買的來 不一樣來 OK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一刀流 一刀流一般來說呢 用V60 是比較 常用的 但是你用其他綠袋 不用一刀流 可以 但是呢 時間上面你都要控制 那我今天為什麼跟大家講一刀流呢 是因為一刀流算是一個比較 相對來說 它對時間的 跟時間關聯性是正相關的一個 如果你的秒數越短 充足秒數越短 那你的香氣跟酸質 就會比較明顯 時間短 香氣酸質會明顯 如果你的時間越長 你的甜感 還有口感 就會越明顯 這樣你懂嗎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今天玩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跟大家講 我們用同樣的研磨度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先沖一杯 假設你是沖一分半 但是你覺得它的香氣不足 或是酸味不足 那你是不是就要從可能一分二十秒 再縮短 縮短秒數 這樣就可以把風味調到你想要的 這樣理解嗎 那我們能夠控制什麼呢 兩個東西 一個是研磨度 一個就是給水大小 就這樣子 所以邏輯就是如此 你今天回去練的時候呢 重點不是 不光是練手法 而是你一定要去計時 譬如說你第一次沖一分半 如果你覺得風味口感太厚重 秒數就減少 如果你覺得口感不夠 喝起來太清淡 或是酸質太酸 秒數就增加 像這個邏輯大家懂了 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實際來沖煮一下 我沖煮完一次以後 換ELSA沖煮 今天你有沒有猜到答案 就開獎了嗎 就開獎了 然後呢 ELSA沖煮完以後 之後的留言 不好意思不算數 就之前的 所以你現在要猜的 趕快猜 要猜留言的趕快猜 綠杯顏色有差嗎 不同顏色 肋骨深度好像不同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差別 基本上不會差 但是會不會它那個技術很爛 那個上右 上到超厚 我不敢說 很少 很少 我們開始沖煮了 然後呢 我們剛開始呢 使用的 幫我按一下水 我們用的克數也是20克 20克充300cc 20克充300cc 好我們現在來秤重頭 然後我們還是沖一想一想 還是換別隻 都可以 好 還是沖一想一想一想 好你今天沖的是一想一想的豆 這隻豆子很好喝 好不好 一想一想的豆 好 15克 20克 你要沖20克 20克 我都沖20克 你剛剛都算15 20 1比15 好先沖20克 因為我都沒有用過先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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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敏感度很好 OK 1比20克 然後呢 研磨度比平常的要細 研磨度比平常的要細喔 對不對 你如果用平常一樣粗的研磨度的話 風味會不足 所以一定要細 好不好 一定要細 如果你要小動物系列 小飛馬 小飛鷹 或是小富士 小富士 就留定一身小動物系列了 對啊 不要小動物啦 就是有馬跟鷹 這個富士也算小動物 不是 因為小富士貴 呵呵呵 它就不是小動物了 OK齁 這當然有差啦 V60的熱骨 那不同的系列好不好 拜託 卡蘇雅的濾飛跟V60不一樣 OK 它是兩個不同的系列 這是經典的V60款 跟卡蘇雅就是破骨折的不一樣 好不好 那流數很滿 這種經典款的 就是懸大骨折 對 就是 破骨折下面沒有熱骨 OK 原則上齁 就是 你看比平常都要細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小動物系列用4 你就用2 或是2.5 瞭解齁 你用太粗 沒有風味 我現在按這個就歸零了 對 按這個歸零 那現在秒數就10秒 你就按 就開始動了對不對 再按第二下 然後呢 長按 123秒 它就歸零了 可以按到 這樣 長按 歸零了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我們的下壺 然後這上壺 然後呢 一直放下去 好 1分2 7秒 那我們一樣齁 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跟 了解一下時間的關係 所以你現在要比 以下下做比較 正常的啊 跟它一樣的 差不多 一樣的給水 趕快把我裝個水 好 等一下 好 裝7分滿8分滿都可以 好 我們這邊開始囉 先把粉 這是比較細的粉 先下粉 我推前面一點給大家看 比較細的粉 比較細的粉 OK 這樣清楚吧 OK 好 準備齁 那一刀流的特色 特色就是 你不用悶著 不用悶著 90度充 90到92度 不要低於90度 然後我們先 歸零 歸零 然後呢 OK 好 然後我們目標是300cc 然後呢 只在中心點充 在中心點大概這麼大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就大概一塊錢左右的範圍 不要超過 什麼時候超過呢 就是你的膨脹 不會膨脹的時候 再往外繞 嗯 OK齁 好 準備開始 然後Timer先按下去 Timer在這裡 好 開始喔 中心點 大概就這個範圍 然後不要怕齁 水會 如果液到邊邊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然後水呢 我用的水是中水 好 這樣都很正常 然後一塊錢大小 大概這麼大的範圍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粉塵 膨脹的很漂亮對不對 空氣整個就像悶蒸一樣排出來 嗯 就這麼大 然後你的水呢 不用太小 然後你旁邊的粉塵呢 會膨脹的很漂亮 然後呢 都不要往外繞喔 膨到什麼程度呢 你的膨脹不會再膨脹 就是膨脹停止 你看還在膨脹對不對 邊邊還在膨脹 好哲學喔 對就是這個膨脹 不要在膨脹的時候 膨脹不要再膨脹 對就是粉塵不要再膨脹 然後呢 欸差不多不會膨脹了 你差不多到極限的時候呢 快速往外繞 快速往外繞 對就快一點 不要太慢齁 然後衝到最外面 然後回中心 結束 三百零四 三百零四 所以喔 所以你是看 客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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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秒數沒看啊 我秒數沒看啊 三百零四啊 三百零四嘛 目標要三百嘛 多了五CC嘛 一分十四十五 還在低 十六 差不多跟剛剛一樣 一分十六秒 我剛剛一分十七秒 所以是一樣的吧 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覺得我應該 一分二十多吧 你確定 因為我水比較小啊 比較慢一點 OK我們回來 所以一分十六嘛 OK來 好 但是 還蠻簡單 很簡單 但是呢我跟大家聊一下齁 這個手法 我跟大家講 真的不難 但是大家一定要掌握到一個訣竅 就是你沖完以後 你一定要喝喝看 嗯 譬如說如果你覺得這隻豆子 一分 大概一分十七秒 你覺得太清淡了 那你就 你要想辦法把水放小 嗯 或是研磨度調細 讓它的秒數一定要增加 嗯 譬如說你覺得太清淡了 一分十七秒 那不行 我要目標到一分三十秒 它就會增加口感 所以這個手法的訣竅就是什麼呢 不是說你會沖 而是說你會調 可是如果像 好剛剛這邊我覺得太清淡了 嗯 那我要 水變小啊 對啊 所以我唯一能做 如果研磨度不變的話 就是 給水小 給水小一點 對 就這麼簡單 邏輯就這麼簡單齁 沒有那麼複雜 邏輯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我們現在喝喝看 好我們現在喝喝看 Elsa 你喝完以後 你自己判斷 你待會兒要小還是大 好吧 就是跟我們玩法是一樣 跟你們平常在家裡練習的玩法是一樣的 好 這樣子我們比較精準 OK 好 好喝喝看 好 這是一分十六秒 一分十六秒了 一分十六秒了 有人才一分十五秒了 你看這些人 很很很很巧 這我覺得蠻剛好的 是我喜歡的 他喜歡的 那你就是 我比較喜歡 清爽的 清爽的 那你就待會兒就跟我的水流差不多大 沒有 但我可以做一個口感比較重的 你可以啊 你自己決定啊 你自己判斷啊 對不對 你本來手 給水就很小啊 所以我不擔心啊 你一定 我還為何先猜 待會口感一定會變重 所以你可以瘋狂灌 你不要被學長猜到 這些人啊很聰明 一分二十二秒 一分十九秒 一分十八秒 這就對了 好不好 有看節目的人就會準 那些沒看節目的啊 直接寫兩分半的 就不會中 OK 這樣大家理解嗎 OK 蠻好喝的 其實蠻好喝的 OK 你看很簡單 但是就是你要 會有掌握到一個 調整的一個訣竅 OK 你就會了 然後現在請Elsa 好 再來幫我們示範一個 好 示範完以後呢 我們就要決勝負了 趕快猜 趕快猜 趕完就留言就結束了 留言就結束了 你可以繼續留言 但是不笑 沒有得抽了 OK 趕快猜好了 再給大家兩分鐘 再猜一猜 OK我們先來 先來襯豆子 來 用看這一台 用看這台 欸 它要歸零 這個歸零 好歸零 然後襯豆 那秒 那個秒還在跑 按一下 然後長按兩秒 就這樣 好歸零了 很簡單 來 同一隻豆 你自己控制 你自己有帶豆豬 我會帶豆豬 客氣客氣的 陶瓷豆豬 很可愛 漂亮喔 不好 需要很多這種東西 沒有在賣 有在賣嗎 有在賣嗎 我沒在賣 客氣有沒有在賣 漂亮耶 陶瓷豆豬 超有份量感 上面有印它的那個 的logo 很漂亮 好加油 雖然有點短 有點短 手要伸很進去 他是給豆 那個豆罐用 好 20克 20克 反應很快耶 當然啊 我又不會推薦爛東西給大家 給大家 我很受不了這種 趁 你趁個東西要等兩秒 等一秒才能到準 我在哪裡受得了 OK 好 20克 好 好 我幫你磨 一樣的研磨度好不好 我們磨一樣的研磨度 你可以準備去裝水 好的 趕快留言啦 各位 OK 來 欸 沒錯 OK好 我們開始囉 準備 好 你先 我們要先轉 看得到 客數嗎 我幫你看沒關係 你就衝 反正衝到300 300 來喔 好緊張喔 不會啦 各位 趕快留言齁 用一塊蛋 當然抽獎全益 來自己來 好 好 然後粉就是把它鋪平就可以了 鋪平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客數在這邊齁 公平公正公開齁 公平公正公開 到底 用台語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會台語啦 不要逼我啦 到底 你像我這個 等一下喔 先歸零 我先幫你歸零 好 好 然後秒數你自己按 按這個 按這個就開始了 對 一分 一塊錢錢幣 中心鋪水 對 中心鋪水 然後一直膨膨膨脹 不能再膨的時候我歪老 OK好 GO 好來 他有在跑嗎 有 給你這樣會很小喔 什麼意思 水太小 水太小 對 你要跟我一樣口感 要大一點 中間一點 就這樣 水大 水再大 你要跟我一樣口感的話 水要稍微大一點 很好 這樣子很好 我要做厚重一點的 這樣子夠厚重的 你剛才比我小多了 OK 然後可以看齁 現在24秒 他還在膨脹 現在是80幾CC而已 還早 還在膨脹 繼續給 就這樣齁 就這樣持續給 小小的 隨便你 你要小大都可以 幾塊 幾塊 一塊錢大小 對一塊錢大小 快拆齁 結束就沒有人拆了 不管你們了 一塊錢 還在膨 還在膨 好繼續給 繼續給 不要繞這麼大 中間就好了 我真的是那個英棒的那個 幾塊 幾塊很大顆 差不多沒有膨脹 對不對 好可以往外繞 往外嗎 好 這樣 對 再繞 這樣 繞到最外衛 衝破他沒關係 又變三通大叔 我都要三通大叔 最歪尾 哪有 趕快衝 慢慢衝回來 不要笑 不要笑 中心點 多少了 280 290 好 300.1 哇 你看是不是很準 等他流完 還沒流完 1分23了 1分20 才20的已經死掉了 好 現在 現在這個之後 1分46之後不算了 會 好 就到這一個為止 沒了 等一下 還差點低嗎 好 1分 38 1分38 1分38 OK 誰囉 1分38 我剛剛有沒有說我喜歡 138 真的嗎 你有說嗎 大家看回放 哈哈哈哈 追加追加追加 OK 他很好玩耶 恭喜1分 差1分38的 有 快點 1分38的 剛才告訴我來說 我們比較快看一下 1分38得獎 如果你沒有拿到1分38的話 你就認命吧 自己買一台比較快 OK 1分38 這樣大家了解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的水跟ELSA水 ELSA水一定比較小 它比我慢20秒 所以喝起來的東西呢 一般來說 應該會比較厚重 我們先想應該會比較厚重 你喝喝看就知道了嗎 如果是時間比較長的話 會 一般一定會比較厚實感 然後甜感會比較強 嗯 1分38來不及了 現在猜不出去了 你是現在流的還是後面流的 現在是後面流的啦 我們會看回放啦 OK 你們現在流也沒用 那個時間點 之後流的都不算 OK 所以先去看 往前滑 最早第一個 最早看是往下滑的 OK 我們公布答案之後的留言 都不算 你可以留言沒關係 但是你不會中假 哈哈 公平公正啦 對不對 運氣運氣啦 這樣比較好玩 OK 好 我們來喝一下吧 好 這是ELSA沖的 我們待會再示範一次 我待會再示範一次 我的 好 這是我的 你剛剛沖了1分38秒 1分38秒 其實也差不多 1分38秒 差了多少 22秒 差了22秒 我1分16秒 我第一次1分17秒 第二次1分16秒 所以其實對我這個東西還蠻準的 嗯 對這個手法本身 它 你類似的手法的話 還是蠻準的 有欸 就是Valty比較多 蠻甜的啊 對啊 有人一開始就猜中了 這麼厲害喔 好厲害 恭喜恭喜 我們待會 直播完結束就公布 好不好 就公布 真的是厲害 這也是神韻啊 誰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我只能說 我本來我大約是知道 是1分到2分鐘之間 嗯 但是誰知道他衝心情怎麼樣 呵呵呵呵 OK這樣大家了解齁 其實其實 明顯甜度變高 嗯 然後口感也比較厚實一點 嗯 但是沒有差非常多啦 對 但是明顯你還是比較厚實一點 還好玩欸 嗯 嗯 欸這樣說起來 他會不會比較適合 手衝入門的人啊 他很適合手衝入門的人 因為他便衣很少 很少 你就不用去管太多 完全對 你完全說到重點就是 如果 因為很多人其實在手衝過程之中 他 不會衝是因為 又要門針 嗯 又要斷水 又要大水 又要小水 他摸不著頭緒 嗯 那這個手法本身 他的好處就是 你其實實際上 呃 一次就可以到 嗯 一次可以到 倒數計時功能 什麼時候用到 嗯 我手衝是不用倒數計時 為什麼要倒數計時 就看你啊 你這個稱讚不光 只有倒數計時可以用 哦 你也可以做別的事情 倒數計時 你什麼時候用到 嗯 我覺得還好 我手上是不用倒數計時 但是你們用得上的話 反正功能在那邊 我一般都是正數 那倒數計時功能 我說實在 我手上是不用的啦 嗯 因為追不到啊 你三分鐘這麼準喔 沒有啊 很難很難 所以我是用不到 但是 反正他有 我就介紹一下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 其實很適合初學者 你可以把很多變數 先 先讓他 移開 然後這個稱 剛剛聽到那個 喔 法式綠亞胡 有有有有有道理 有道理 悶針 那個 背側 背側 法式綠亞胡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謝謝他會嗶嗶嗶叫 謝謝我突然 對 你就把他放在那邊嘛 對 也是可以也是有道理 有發式綠亞或是一些這種 呃 背側也可以 那他時間到會嗶嗶嗶叫 然後現在這一台是 每一 每一分鐘會嗶嗶嗶叫一下 提醒你一下 嗯嗯嗯 所以也是蠻方便的 有他的功能在 所以 聰明律邊才需要倒數 也是 就是有浸泡的 謝謝 而且還蠻多需要倒數 我聰明律邊不用倒數 浸泡系統的 浸泡系統的 有部分需要 有部分需要 確實是有道理的 嗯嗯 OK 蠻好喝的 簡單 自己學習會 自動啟動計時嗎 不會 要自己按 OK 我也不會 OK 那種秤就很貴 就是會自動 呃 滴水就會 計時的那種秤就比較貴 所以你要自己按 OK OK 好 你再做最後的示範 OK最後 我待會再做一次示範 所以這個功能其實夠用的 你居家 一般居家來說是蠻夠的 而且給我一年保固 一年保固 反正你碰到機王就找學長 我負責處理給你 好MAN 本來就是啊 碰到機王就找他 本來就是啊 壞掉了 然後不找我嗎 要不然找鬼 對對 可以讓他嗶嗶叫的聲音大響嗎 好像不行 我沒有測過 夠大聲 剛剛蠻大聲 蠻聽得到的 對 應該是聽得到吧 有時候可能會離開 一分鐘一次還好 這不是重點功能嗎 好的 謝謝 我都沒有在認真在聽 反正我就看時間 OK 我再做一次示範 好 我待會做一個給水很小的好不好 好 我剛剛做的給水是中水 對不對 我等一下還是要做很前段的 給水大 你想要做哪一種 都可以啊 看你有沒有比較明顯落差的 那我給一個給水很大的好不好 我剛剛是我第一次給中水 剛剛ELSA的水稍微小一點 我再給一次大水的 好 水很大的 然後大約應該會落在 不會比1分17秒前多少 但是會再前一點點 嗯哼 OK好 再做一次齁 再做一次示範 OK一樣 幫我按一下水 謝謝 水夠嗎 這邊還有一點齁 好像有點夠 來這邊還有一點 倒進去應該就夠 注意一下 OK好 再做一次齁 然後 一樣同一隻動 我們都同一隻動 一想一想的 一想一想 OK好 19.0 我明天想去模子 模子喔 嗯 模子在哪裡啊 在搬到那個 在搬家啦 故宮那邊 附近 是你啦 哦 是喔 故宮最近 很好看的展 你講完了嗎 馬上切了 展完了啦 補吸金講完了 好看 好看 聽說最後一天結束的時候 就是大排場的 最後一天 就是硬要擠到最後一天啊 我覺得那個展真的是品質蠻好的 台灣故宮展我都蠻喜歡 OK好 太晚來現在沒結束 沒關係 你如果太晚來可以看回放 可是不能抽獎而已 呵呵 OK我們要那個齁 我要摸到了 好最後囉 最後我們要示範一下 大水流的 大水流的 OK一樣是violi濾杯 好準備了 好歸零 然後時間也歸零 OK OK好 準備開始囉 大水的 大水的 給大家看一下 Timer 好這樣看得到吧 好可以 好現在是 拍一下 拍一下 歸零 好準備開始囉 這樣看得到時間 沒關係 好我們先按Timer 然後這是給大水 給大水 開門按下去 好大水 大水一樣是繞 這個一塊錢大小 的範圍 那可以看呢 我們的粉塵膨脹速度 是很快的 好 然後膨脹的很漂亮 然後呢 有一點點想盡辦法把水往下面塞的感覺 就讓它快速的過去 好 然後看膨脹很快就會到極限 到極限的時候呢 膨脹很高 好 差不多膨脹結束了 快速往外 繞回來 結束 296 297 這樣很快 這樣子 還沒有到1分 還沒流完 還沒流完 我剛剛1分17秒 1分16秒 1分17秒 那我用大水的情況之下 現在是1分 總幹B2以下 流完 大概是1分5秒 1分5秒 1分6秒 非常短的時間 OK 就結束了 還有一點點啦 沒關係 所以它應該 會更前面 香氣 香氣會跟酸子 會更往前走 OK 這樣大家理解 這個沖法的玩法就是如此 OK 我們來喝一下 好 最後一下這個 這個 風味我們往前 很往前推 沒關係 不會不會 來 喝喝看 謝謝 好 這是1分5秒 左右 對不對 1分5秒左右 香氣變 比較足量 變足量 蠻明顯的 然後果酸 也比較前面一點點 後段變得比較輕 比較清爽一點 但我覺得1分17秒 其實很好的秒數 對 1分17秒 這後面去哪裡 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就是前段比較明顯 但是後段就變少 然後1分15秒 1分20秒左右 其實就是很 蠻剛好的秒數 但是這個研磨度 不同研磨度 還是會有不同的秒數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 數字 而是要去做實驗 這一直是學長很推崇的 對 你自己的咖啡 你的研磨豆腐布 還有你的手沖壺 都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你迷信數字也是沒用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在網路上 爬了什麼文章 看了什麼教學 你還是自己回家 沖個 兩次 三次 比較 比較一下 才知道是否是真的 所以沖煮要有一定的時間精神 然後沖煮出你喜歡的風味以後 以後 你基本上就 比較不會一直 處在一個亂拆 就是賭博的一種方式在沖煮了 所以 越科學的方式去思考 其實對你 是很有幫助的 OK 換手沖壺時間調好久 對啊 一個手沖壺給水大小 然後水壓壓力 柔軟度都會有差別 那磨豆機當然是差更多 預備的是有差別 但是實際上無論任何的器材本身 它都有脈絡可循 就是從時間上面做思考 從研磨度上面做思考 都有脈絡可循 重點是大家要有一點精神去做實驗 只要能夠做出來的話都可以 都還是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也蠻好喝的 對 放兩點點 你咬一下放兩點點 另外也不錯喝 但是1分17秒的風味是比較足量 就更足量一點 那我覺得也是不錯喝的 OK 好 今天這個一刀流的時間給水法 大家要了解了 所以重點就是你一定要去思考 你到底喜歡什麼樣的風味 然後呢 根據時間來調整你的風味 這樣子基本上 你多實驗個兩三次 就可以找到你喜歡的時間 你喜歡的風味了 OK OK 最後囉 各位 反正我們48小時 48小時 如果各位覺得這個秤不錯 想要投資一台的話 650 還真客氣呢 對不對 就提供一個 反正我們現在直播 盡量提供一些CP值很高的東西給大家 也不要給大家太大壓力 隨便來 問一下隔壁的媽媽 樓下的阿姨 要不要是不是 母親節到了嗎 沒有需要一台廚房用品 我跟你講我們店子趁老是被我媽拿去 是不是我想每個家庭主房 真的很好用 應該做什麼糕點啊 或是要 真的你都猜對耶 對啊 因為我畢竟也會下廚房 蛤真的嗎 我有聽錯嗎 你不是下廚房偷喝米酒嗎 我怎麼覺得是 真的喔 因為我媽都喜歡做 她最近在做什麼 做年糕 咸年糕 紅豆年糕 然後前陣子做瓦片 杏仁瓦片 他就要秤啊 他做學花瓶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覺得 他以前就不會用Google 他學會用Google以後呢 最近學會的嗎 他就是 對啊 他就是媽媽背的 他Google以前就不是很清楚 現在 他覺得Google超簡單的 然後一天到晚 他說我講Google比師傅好多了 他懂了 因為Google根本就都會有人示範給你看啊 他說這還不會學啊 他說看食譜他真的是有障礙 我覺得看食譜看那個文字 真的是有點硬 對啊 烘焙的時候也很需要 也很需要 就是那個重量 麵粉多重 還是要準一點的啦 所以如果需要的話 各位可以投資一台 推薦大家 我趁機稱讚我媽 所以好吃嗎 不錯 真的不錯 按照那個比例就對了 對 蠻厲害的 各位媽媽 元宵姐 欸明天是那個元宵 元宵這樣 我媽的湯圓超厲害 對 又會做湯圓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普通厲害 真的假的 對我媽的湯圓超強 你要不要團一下 那本本很粗 團夠 開放陳媽媽的那個 元宵湯圓 因為我跟你講那個 我媽的湯圓是 因為客家人炒料 那個料真的是 蝦米 香菇 肉燥 然後那個什麼 蔥頭 我跟你講真的是超多的 聽起來就好好吃喔 炒到那個是技術 就是這樣香味 酷皮 超厲害 所以你一聞到味道 又知道元宵姐又到 就是媽媽又這樣 我一聞到味道 就知道是我媽祖 超強的 我跟你講 所以齁 但我這次只能吃個兩三顆就好了 不要太超過 一年才一次 幹嘛這麼客氣 一年兩次要東吃 甚至必吃 然後元宵 然後端午節包種子 媽媽也會包 會啊 天哪 是我媽很厲害 太幸福了吧 我都只能不要吃太多 呵呵呵 我忍不住很想吃 OK好啦 直播結束了喔 好各位有興趣的 自己看 看連結好不好 聽過的 然後祝你上免運喔 呵呵呵呵 好啦就這樣啦 各位那個 充足玩笑科學一點好不好 大家動動你的腦機 用一點好器材輔助你們 好啦那我們直播到這邊結束了喔 謝謝大家囉 那我們等一下再公布那個 喔 1分38秒對不對 他是誰第一個 OK 恭喜 超厲害 免費一台 謝謝 OK好 就這樣囉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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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